明朝末年 西安府武宫县有个女子 生得美丽端庄 又且聪慧异常 您丈夫姓林 排行老二 故此人们称她为林二娘 时逢乱世 叛军四起 每到一处 便将男的杀戮殆尽 女的则掳去四亿奸淫 相貌丑陋的还好 凌辱后就丢下不管 而那些稍有姿色的则被带走 留在乱军中任人言乐 生不如死 一日有消息传来 说叛军已经杀到武宫县附近 众妇女被吓得惊慌失措 嚎啕痛哭 纷纷与丈夫诀别 有的寻力认 有的买毒 不要只说贼人一道就立即自尽 绝不让清白之躯受辱 那林二郎闻信也泪眼朦胧 拉着妻子的手无语凝掩 二娘却道 事到如今 哭也无意 我若被掳惧 虽不肯苟且偷生 但也绝不轻易求死 无论如何 先尽我平生智慧去谋划 若终究还是不能脱身 方才会走这条绝路 倘若有一些生计 定要想方设法逃回来 与你重聚 夫君切记 只要贼人一道 你就尽管自行逃生 断不可因为顾念着我 以致两败俱伤 说完难免也掉下几滴青泪 走到床头边 摸了几块破布放在袖中 又取出十个铜钱轿 丈夫到生药铺中去买八豆 二郎虽不明所以 但知道妻子向来机智 所以也不多问 一言去买了八豆回来 二娘敲去了河 取肉缝在衣袋之中 又闻得贼人已在半途 便催促丈夫立即逃走 自己则疏袭打败一番 眼妆已戴 不多时 叛军前锋一道 众留贼一眼看见他 各个眼睛冒火 冲上来 你拉我拽 争得不可开交 正吵吵嚷嚷时 忽见一个贼人 大步走来 众楼了一见 此人便纷纷走开 二娘知道 是个头目 于是连忙 双膝跪下道 将军 求你收我做个碧妾吧 那小头目 不过三十来岁的年纪 生得倒也白白净净 将他扶起来 上下打量一番后说道 我卤了这么多女人 却不曾见过这般貌美的 你若肯真心跟随 我 怎能委屈 你做碧妾呢 你跟了我 我要你做我的截发妻子 爱只是有个难题 若是有比我大的头目看见 你定要强夺了去 料想怎么也轮不到我 二娘道 不妨是 带我把头发弄乱 又涂一些草灰在脸上 其他人见了我这般丑态 自然也就不做他想了 小头目连声赞道 想不到这才刚见面 你就这般体贴 若以后做了夫妻 还不知有多贤惠呢 当即让他一计行事 二娘果真将头发放下弄的 蓬松杂乱 又用草灰把自己涂成大花脸 刚装扮完叛军大部队 一道总贼头 茶点个影掳来的妇女 挑选姿色出众的功 自己取了 故意弄得灰头涂脸的二娘 自然入不了他的眼 见他果真掩饰了过去 一旁大气不敢出的小头目 这才放下了心 之后把他锁在一间空房里 又从外面掳了四五个女人交给他 道这几个就做你的丫鬟婢婢女 供你差钱使唤 二娘仔细一瞧 那几个不是别的人 全都是自己的邻舍 只是此时大家身陷贼窝 也没人有心情嘘寒问暖 到晚间 小头目吩咐众妇人煮好饭 大家吃完后 二娘便 便欢欢喜喜地脱了眼 早早地上床睡下 小头目一眼瞥见他雪白的肌肤 口水就流了出来 兴冲冲地爬到床上抱住求欢 二娘柔声道 本欲好生服侍将军 只是不巧来了月事 还请将军暂且忍耐几日 小头目哪里肯信 伸手探到四处 果然摸到破不一块 年年愁愁 心中顿时生出几分不悦 二娘道 将军若非要行事 我也不敢不从 但此举不及 只怕被将军带来厄运 头目笑道 说的也是 我且去和他们同睡 正要起身 二娘却一把将他抱住 娇滴滴地说道 我见你年少风流 心里爱慕不已 只是今日事不凑巧 怎生奈何 你要答应我 一会儿完事后 还来与我同睡 不然我今夜恐怕会彻夜难免 只因二娘这几句肉麻的话 那小头目平日里官府怎么招降都招降不了的心 瞬间就被他招降了 阎王勾不去的魂也被他勾去了 当下答了一句 依你就是了 勉强爬了几句 心里却好生不舍 只是欲火难耐 只得先抛笑不管 彼时其他女人都睡在地上 同目走过去随便搂了一个 故意吟声浪语 要让二娘听见 也好显示她的本事 众妇人见她过来 毫不推阻 各个逢迎争宠 早把先前与夫君 绝别是说的话 忘得一干二净 欲先带在身边的利刃毒药 也只做个备而不用 早丢到一旁去了 二娘在床上侧耳倾听 留心头目说什么 只等到雨赞云收 头目歇息了一会 喘云了气 方才开口问众妇人道 你们可藏有金银首饰 藏在何处 众人有答有的 也有答没有的 二娘听到此处 暗中思量道 有了 脑海中开始寻思脱身之际 至于他们后面说了什么 全然不放在心上 过了一会儿 小头目回到床上 把二娘一把紧紧搂住 厚颜无耻地问道 我比起你丈夫如何 二娘笑道 哪能跟你比 不但本事不如你 容貌也不及你万分之一 就连性子也没有你温存 说起来 我倒是因祸得福 只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将军相貌堂堂 在哪里寻不到一碗饭吃 为何定要做这等刀头上 填写的营生 小头目道 我也晓得这不是长久之计 只是如今世道艰难 生存不易 没银子是寸步难行 我也只好借此搜刮些钱财 等弄够了本钱 自然是要改邪归正的 二娘问道 那你现在弄到多少了 头目想了想道 连金珠首饰都算上 大概有二千余金 我打算再过段时间 等有个四五千的时候 便和你逃走 作员外野 财主破去 二娘娇春道 只怕你讲这些都是骗我的 若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莫说四五千 就是一万也有你的 小头目闻言激动不已 连忙问道 小娘子 此话怎讲 二娘低声道 今晚这么多人再死 人多儿杂不好说的 待明晚再和你商量 小头目指得强自忍耐 勉强挨过一消 第二天 随了总贼头又流窜到别处 傍晚预先把众妇女 安顿在其他房间 好方便自己晚些时候 与二娘说话 到了夜深人静 一上床就问道 小娘子 昨夜说的万金在何处 二娘道 我们男人的心最是善变 如今虽口口声声说 要与我做夫妻 只怕到时候银子一得手 便要去寻别的女人 做财主婆了 如果你真心要和我白头偕老 那就先发个事 同目不等他说完 一呼噜翻身下床 跪倒在地 对天气似的 我日后若是有妇 小娘子叫我死于万刀之下 二娘忙起身 将她扶起来 道 如此足见你的真心了 我也不瞒你 我家公公是个大财主 死后留下不少家产 只是世道不好 我丈夫就把黄金白银 及首饰酒器等暗地里 绝了一个地窖埋了起来 总共不下万金之术 若我们去挖掘出来 这一事也享用不尽了 小头目一听 顿足不已 道 为何不早说 如今恐怕早被人先一步挖去了 二娘笑道 将军放心 此事只有我夫妻二人知道 我的丈夫昨日又被你们杀了 是我亲眼所见的 如今普天之下 除了我在 没有人晓得 况且藏金之地又在荒野之中 就是神仙也想不到 只是我自己不好去 怕被人认出来 倒是你把我记在别处 我告诉你具体所在 你自己前去挖掘才妥当 小头目道 我们做流贼的人 哪有地方可以寄放你 况且我也不熟悉地形 即便你和我说了 估计也找不到 还是你和我同去才好 二娘道 若要同行 除非装成乞丐 夫妻一路讨饭而去 如此才能掩人耳目 小头目道 如此甚好 只是要扮成教化随身 自然不好带东西 那我手头里的财物该怎么办 二娘道 这个简单 把戏软收来 捆作一包 等到夜深人静 我和你抬去丢在深水之中 只要记着地方待起了万斤之后 再转回打捞就是了 小头目一把将他紧紧搂住道 我前世不知做了多少好事 今生才能得到你这样的贤内住 当晚与二娘相拥而眠 料想越是还在 只是亲吻抚摸 二娘为了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只得假意迎合 一边任由他 轻薄一边悄悄拿出去了 可德巴豆 到了第三天 又随着大部队开拔 半路恰好遇着一对叫画夫妻 小头目大喜 将他们的衣服包了下来 交给二娘 道 这是天赐我们的行头了 到了下午 林二娘忽然交替婉转 头里忍不住喊痛 头目盲问他缘故 二娘含羞说道 不知为何 下身突然肿了起来 浑身发热 好难受 头目大惊 半信半疑 正欲亲自查看 突然疑了一声 道 好古怪 连我下身也有些灼热起来 当即跑到屋里一看 早已肿得发亮 疼痛难当 从此不笑二娘说 他自己也不敢再起邪念 当夜 二人各睡一头 到了半夜三更 小头目强忍疼痛 爬起来道道 此时旁人已经睡熟 正好做事了 二娘强打精神 起身与他一道把白天捆好的包裹台 去丢在一座桥下 留好了记号 又换上了叫花的衣服 随身只带着几两散碎银子 连夜逃顿而去 一直走到天明 离贼营已有三十余里 赶了许久的路 两人又饥又渴 寻了个小店买饭吃 二娘趁他不注意 取出一粒八豆 碾碎搅在了饭菜中 小头目一顿狼吞虎咽 打着宝阁 结算了饭钱 两人继续赶路 走了不到一个时辰 只见他突然停住脚步 转头钻进路边树丛中 狂泄不止 此后 走不了几步 就要蹲一次茅测 一连拉了十多次 到了第二天 可笑 一个如狼似虎的贼头 竟被一粒小小的八豆 弄得面黄鸡兽 连路也走不动了 二娘虽然心中偷乐 面上却愈加殷勤 白天扶着他赶路 晚上事后他上床 有时来不及起身 将污秽拉在席上 二娘也替他收拾 没有一丝嫌弃的表情 小头目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动情地说道 想不到我们虽无夫妻之时 你却对我不离不计 自从我患病以后 你不但没有半分厌恶 反倒细心照顾 如此恩情此生 难报 二娘正要好言 劝慰一番 谁知他眉头一皱 翻身爬起来 又非也似的往茅坑奔去 到了第三天 来到武宫县附近 二娘带着他 寻了一所古庙处下 小头目因行动不变 指得让二娘去买点吃的 二娘又趁机 在食物里加了一粒八豆 小头目吃完后 直屑地起不了身 瘫倒在地 对二娘道 我如今元气泄尽 离死不原意 你若念夫妻之情 速去买些药来救我 不然绝无活命之力 二娘道 这是自然 只是现在天色已晚 你且忍耐一下 明天一早 我就去 次日天还不亮 二娘便已买药 到为名 静止走回自己家里 连二郎起来开门 恰好撞见妻子 当即又惊又喜 连忙问道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二娘大概说了 一下自己的计谋 二郎听后 只晓得他骗得脱身回来 却还不知道 妻子保住了清白之躯 所以对二娘道 既然贼子在附近 带我去杀了他 替你出一口恶气 二娘道 莫慌 我还有用他的地方 此事你不可透露 给任何人 另外 某处桥下有一个包裹 你速度赶去取回来 之后我自有打算 二郎议了妻子的话 当即便飞 也是地赶往那个所在 等他走后 二娘到药铺里 买了一副药 拿到庙中 煎给小头目吃了 病情果然有些缓解 将养三四日 只等身体恢复后 好去挖掘藏金 二娘道 你也快好了 只是要挖土 我们却没有工具 带我到铁匠铺中 去买一把锄头来 不然到时候 用手刨不成 小头目道 小娘子言之有理 那你速去速回 二娘又借机走回家中 此时丈夫 已经将包裹取回 两人碰头后 二娘道 如今可以下手了结他了 只是还需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不可差了一阵 说完换了衣服 坐在家中 也不去庙里了 二郎言听计从 取了一条铁锁 又约了两个帮手 走 走到庙中大喝一声道 逆贼 还不束手就擒 小头目见有人闯了进来 早被吓得魂不附体 欲要反抗 却浑身提不起一点进来 只得坐以待毙 被二郎用铁锁锁了 扯到了集市上 又弄来 打锣一敲 高声喊道 地方邻里 三党六亲都来看呢 我抓到了杀人放火的逆贼 众人听见海声 三三两两地聚拢过来 不一会就围了个水泄不通 二郎见状 便将那小头目 高高地吊了起来 手中拿着木棍 边打边骂道 你把我妻子 鲁去奸银得好啊 小头目声泪俱下 道 我鲁去的妇人甚多 不知哪一位是你 你的夫人 二郎道 与你同来的林二娘便是了 小头目道 他说 丈夫被杀了 你怎么还在如此 看来之前说的话 都是骗我的了 你听我说 我虽然掳了他去 但并不曾和他做出事来 好汉 不要打错人了 二郎骂道 好你个尖牙利嘴的逆贼 你同他睡了十来夜 还说 没有做出事来 这话说出来谁信 说完 举起棍子 又打小头莫爱求道 好汉 别打了 这其中有缘故 你且听我吸气招来 二郎道 我没兴趣听你胡扯 众人却在一旁劝道 便等他招了再打 也不迟 没奈何 二郎只得放下棍子 众人也一并安静下来 等着听他说什么 小头目便把事情的经过 说了一遍 李二郎大笑道 是了是了 难怪娘子那天要藏一块 破不在身边 又让我去买了八豆 随身带着去了壳的八豆 一捏出油涂抹在人身上 不种才怪 如此看来 我妻子果然不曾受 被他玷污了 看热闹的人中 也有几人的妻子被掳去的 便上前问他道 前日掳去的妇人 除了林家二娘 可还有水手节的吗 小头目道 除了这一个 再没有水了 其他妇人身上 倒是都带着利刃毒药 但都没有用 全都同我睡过了 问话的人听得分明 知道妻子被监污 顿时气得面如土色 一把从二郎手里 抢过棍子 劈头盖脸又是一顿打 小头目哭喊道 各位好汉爷爷 我有两千多两银子 送给诸位 饶了我一条贱命吧 众人道 银子在哪里 小头目道 在某树桥下 请去捞起来就是 二郎道 那都是你掳掠的来的 我不要你这不义之财 如今只要打死你 为万民除害 众人也跟着大喊道 为民除害 那几个妻子 被掳去的 更是对他恨之入骨 自然喊得最大声 都不笑二郎动手 你一拳我一棒 不上一刻功夫 那小头目便 结束了罪恶 我的一生 当中也有几个 贪财的 星夜赶到那桥下 在水里打捞了许久 费几心机 最后却只落得个水中捞月一场空 古时临安县有一个县太爷 名叫刘海峰 此人年近四十 平日里不够言笑 不过此人两袖清风 为官公正联名 自从他上任以来 当地再也没有鸡鸣狗盗之辈 百姓们纷纷对刘海峰评价很高 刘海峰和结发妻子成亲多年 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刘宇柔 这姑娘从小便长得漂亮 聪明伶俐 刘海峰从来不觉得女子无才便适得 在刘宇柔很小的时候 他便请了城中的焦书先生 教刘宇柔读书习字 而现在刘宇柔已经长到了十五岁 也该到了嫁人的年纪 由于刘海峰是当地的县令 刘宇柔又是刘海峰唯一的女儿 所以上门提亲的人数不胜数 可是在这么多的年轻人当中 刘海峰居然没有一个看上眼的 这些人中有的家境殷实 但是却好吃懒做 游手好闲 有的颇有几分才华 但是却家徒四壁 一时之间 刘宇柔的亲事便被耽搁了下来 这一日 刘宇柔在家中待着 突然 他家的丫鬟下哥跑过来 对刘宇柔说道 小姐 我听说城中来了一个算命的 算得非常灵 我们要不出去请那算命的 给您算上一罐 看看您的姻缘到底在哪里 这下哥本来是一个锅 很多年之前 离安县造了 大汉 百姓们纷纷实不果父 衣不遮体 沈为县令的刘海峰看到百姓们这个样子 心里也是非常痛心 他在自己的府衙门口设了周棚 给百姓们施周赠粮 百姓们都对他感恩戴德 他却白白手说道 人都有困难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挺住 朝廷的赈灾粮 马上就要下来了 这一日 刘海峰去外面体察民情 突然 一个墙堡中的小女孩 映入了自己的眼帘 他看着这小女孩身上的棉被价值不菲 可是不知为何却被遗弃在此地 想来当这大汉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吧 看着这小女孩跟自己的女儿一般大 刘海峰心生同情 于是把这小女孩带回了家 交给管家抚养 刘海峰给这小女孩取名叫夏哥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他就让夏哥做了自己的女儿 刘宇柔的贴身丫鬟 虽然是贴身丫鬟 但是夏哥在府中的待遇 却和刘宇柔是一样的 言归正传 自从夏哥对刘宇柔说成中 来了一个算命先生之后 刘宇柔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毕竟自己也已经老大不小了 同龄的女孩都已经前前后后的出家了 她也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中 现在既然来了这么一个算命先生 刘宇柔当然想去让那算命先生 给自己算姻缘 就这样 刘宇柔对自己的父亲刘海峰 谎称要去山中祈福 刘海峰听了以后也没有 我怀疑什么 毕竟刘宇柔从小到大一直都很乖巧 从来不干什么出格的事 就连说谎的次数也是很少的 刘宇柔和夏哥出了门之后 在夏哥的带领之下 刘宇柔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算命先生 只见这算命先生先锋盗鼓 看上去颇有几分本事 他只招一个算卦摊 在那里闭目养神 而就在此时 夏哥看到旁边不远处有表演杂耍的 于是他对刘宇柔说道 小姐 那算命摊就在那里 你先过去算吧 我去看看杂耍 刘宇柔听了以后笑了笑 他知道夏哥就是这么一个性格 也许笑着对夏哥说道 你去吧 早些回来 我就在算命摊这里等着你 就这样 夏哥一蹦一跳的前去看杂耍了 而刘宇柔便来到了算命先生的挂摊跟前 算命先生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对刘宇柔说道 算姻缘的吧 先抽个签 刘宇柔听了以后十分惊讶 没想到这算命先生居然知道自己要算姻缘 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抽了一支签 可是没想到的是 居然是一个夏夏签 一时之间 刘宇柔觉得天塌了似的 脑子里边一片空白 他想着 难道自己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吗 算命先生仿佛看出了刘宇柔的心思 他对刘宇柔说道 虽然是个夏夏签 但是从挂像显示 也有峰回路转之际 我瞪你一眼 若想梁 能原来相配 你身边的人得先你一步 刘宇柔听了以后觉得有些糊涂 他想要继续问算命先生 可是算命先生却白白手对刘宇柔说道 所谓天机不可泄露 我对你说的已经够多了 至于你能不能想明白 那就是你的事了 而就在此时 去看杂耍的夏哥也回来了 看到刘宇柔面露苦涩的样子 夏哥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对刘宇柔说道 小姐 这算卦先生的话也不可全信 我们家小姐冰清玉洁 温良贤淑 将来定会找到好人家的 时候也不早了 我们还是先回吧 要不然的话 老爷他们该等着急了 刘宇柔听了夏哥的话之后 虽然心中有些不甘 但是也只能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 刘宇柔仔细地想着 算命先生说的话 然后又看了看自己身边的夏哥 算命先生说的是 要想找到好人家 身边的人必须先自己一步 自己的身边只有丫鬟 夏哥还带子归忠 难不成算命先生的意思 是夏哥先找到婆家之后 自己才能找婆家吗 于是从此以后 刘宇柔便开始格外地留意起了夏哥来了 他觉得夏哥的性子大大咧咧的 男子一般都不太喜欢这样的女孩 所以刘宇柔不止一次向夏哥提出 让夏哥把自己的性格收敛一下 可是夏哥从小到大就是这个性格 早已经习惯 虽然当时有所收敛 但是转头就忘了 这让刘宇柔很是无奈 这一日正值元宵佳节 夏哥一直嚷嚷着想要去逛灯会 刘宇柔和夏哥情同姐妹 看着夏哥如此想要外出 于是他也禀告了父母 之后就带着两个家丁和夏哥 一起出去逛灯会了 当时大街上人山人海 好不热闹 夏哥如同一只出了龙的小鸟一样 非常的高兴 可是就在他们玩得正欢的时候 突然一个男子晕倒在了路旁 众人都束手无策 夏哥风风火火的跑了过去 看这个男子晕倒之后 就让手下的家丁把这个男子 扶到一个僻静之处 然后给他整起了脉来 要知道夏哥从小就对治病很有兴趣 不光如此 他每次看到一书都两眼放光 刘海峰看到夏哥如此喜爱学艺 于是就让他拜入当地一个神医的门下 学习医术 值得一提的是 夏哥对此很有天赋 就连这神医都声称 夏哥将来会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再说夏哥 他替着男子诊脉之后 顿时面露难色 对众人说道 此人的并非同一般 先把他抬回府中吧 就这样 大家也没心思逛灯会了 两个家丁抬着这个男子回了府 回府之后 夏哥先让家丁把男子抬到客房之中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请了自己的师父过来为这男子查看身体 师父过来之后一番诊治 然后对夏哥说道 难怪你束手无策 这男子本身就有着阴觉之症 再加上不知因和原因受了刀伤 导致现在昏迷不醒 我给他开一些药吧 不过只能让他醒过来 至于这阴觉之症能否治愈 我还得慢慢研究一下才能知道 就这样 夏哥的师父给夏哥开好了药方之后 就回家去了 而这男子喝完药之后 也缓缓地醒了过来 刚醒过来 这男子就挣扎着要起床 夏哥见此情景赶紧劝阻 可是这男子却声称自己的名字 叫赵小九 和少爷一起出游遇上了杀手 自己舍命护住少爷逃走 现在不知道少爷是死是活 所以他要赶紧去找他家的少爷 夏哥看到这男子这个样子 于是对着男子说道 你不要着急 你现在伤得很严重 这样吧 你和你家少爷有什么联络的方法没有 我让我家的家丁帮你寻找 赵小九看到夏哥这个样子 觉得他也不像是什么坏人 于是对夏哥说道 你去城中的福莱客栈找客栈中的老板 你问他刘少爷有没有来过此地 如果有的话 就告诉那客栈老板 说赵小九在你府中养伤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让那客栈老板去寻找我家少爷 夏哥听了以后 赶紧派家丁出去办事 可是家丁回来却告诉赵小九说道 我已经把你的话带给那客 赵老板了 不过那客栈老板却说 刘少爷并没有来此 他们已经派人前去寻找了 你不用担心 赵小九听了以后 稍稍地放下了心来 他知道既然客栈老板已经派人出去寻找 那么自己也可以安心养伤了 就这样 赵小九在刘海峰的府中住了下来 在此期间 夏哥总是时不时地来给赵小九查看病情 经过半个月的相处 夏哥和赵小九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只不过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罢了 刘宇柔看到夏哥最近老是时不时地去找赵小九 心里也明白了个大代 他突然想起了那算命先生对自己说的话 看着赵小九一表人才和夏哥倒是很般配 于是他私底下对夏哥说道 我看那赵小九对你很是上心 他难不成看上你了吗 夏哥一听到刘宇柔这话顿是脸红了 他对刘宇柔说道 小姐您可别瞎说 赵小九来路不明 我都不知道他是何方人士 何谈喜欢啊 刘宇柔看着夏哥的表现 心中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于是他向自己的父亲刘海峰说了此事 刘海峰得知此事之后陷入了沉思 要知道夏哥虽然是腹中的丫鬟 但是在刘海峰的心中 他和女儿一样重要 所以夏哥的亲事也不能随便马虎地决定 沉思良久之后 他对刘宇柔说道 赵小九这海 我看着很不错 就是不知道他究竟来自哪里 这种不知根不知底的人 我实在是不敢把夏哥嫁给他呀 刘宇柔听了父亲的话之后 觉得父亲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后来也没有提及此事 两个月之后 刘府的人还在用早餐呢 突然吓人来报 一个贵公子打扮的年轻男子来拜访刘老爷 听到夏人这么说 刘海峰也不敢耽搁 赶紧出门迎接 只见这年轻男子 年龄不过二十 看上去雍龙华贵 一看就不是小门小户走出来的 这男子一看到刘海峰之后 对刘海峰拱手说道 想必您就是当地的县太爷刘大人吧 我今日前来 特意是向你 您道谢的 这两个月以来 您收留了我的好兄弟赵小九 今日我特意来接他回家的 刘海峰听了以后 心中十分惊讶 他早就觉得赵小九 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刘海峰赶紧把这年轻男子 请到饭桌子上 和大家一起用饭 期间这年轻男子告诉了刘海峰 这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这年轻男子的名字叫赵永夜 乃是当朝皇帝的第十三个儿子 赵永夜从小聪明伶俐 深得皇帝的喜欢 不过也因为如此 遭到了别人的妒忌 时常会有人追杀他们 前些天的时候 赵永夜来到此地 又要是要办 为了不引人耳目 他特意指代了自己的侍卫赵小九 可是不知道怎么走漏了消息 有一大批的杀手接踵而至 赵小九武功高强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被杀手所伤 他奋尽全力引开了杀手 让自己的主子赵永夜得以逃脱 赵永夜逃脱之后 怕杀手卷土重来 所以伴坐乞丐观察着成功的一切 直到他感觉到已经安全之后 这才去了客栈 找到了街头的客栈老板 在客栈老板的口中 得知赵小九并没有死 而是在刘海峰的家中养伤 于是便马不停蹄地 赶到了刘海峰的家中 见到赵小九之后 赵小九吞吞吐吐地 对赵永夜说道 主子 其实我有个事 想请您帮忙 我喜欢上了府上的丫鬟下哥 想请您帮我前去提亲 这样的话我也有些面子 赵永夜听了以后有些惊讶 要知道自己世卫众多 只有赵小九和自己年龄相仿 关系最好 所以他对赵小九的脾气 也是最清楚的 这赵小九哪里都好 就是有一点不尽女色 赵永夜曾经好多次劝说 赵小九早日成家立业 可是赵小九却百般推脱 而现在他居然主动提出此事 这着实让赵永夜吃惊不已 不过看着赵小九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 赵永夜也没有推辞 他特意向刘海峰说道 我的好兄弟喜欢上了您府上的下哥 不知道 这女子可否婚配 刘海峰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要知道皇仔的侍卫 那可是不得了的 如果能和皇子攀上关系 那可谓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况且这十三皇子自幼聪明伶俐 皇上很喜欢的 将来继承大同也未尝不可 就这样 刘海峰把下哥认为了一女 许佩计了赵小九 值得一提的是 成亲的时候 十三皇子赵永夜无意之中 看到刘宇柔之后 便再也挪不开眼了 因为之前刘宇柔一直待在闺中 并没怎么露面 所以这次可是赵永夜第一次看到 刘宇柔的真面目 他第一时间就对刘海峰说道 敢问您家的小姐 可否婚配 我府上还缺一个王妃 不知道大人可否愿意将女儿许佩计我 刘海峰没有想到这好事接踵而至 当即便点头如捣算地说道 能得到十三皇仔的喜欢 乃是小女的福分 而刘宇柔自从知道十三皇仔对自己有意之后 心里也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曾经在株连后面见过十三皇子好几次 当时的他还想着 如果自己未来的丈夫能像十三皇子一样 那就好了 可是没成想十三皇子居然也对自己有意 这可谓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就这样 在下搁嫁人之后 刘宇柔也随之嫁入了王府 成为了十三皇仔的王妃 曾经没多久 刘宇柔便怀上了孩子 十三皇仔非常高兴 每天好吃好喝地照顾着刘宇柔 生怕有一点闪失 十个月之后 刘宇柔为十三皇子生了一个男孩 要知道这可是十三皇子的嫡长子 十三皇子非常高兴 对这个孩子也十分的器重 这孩子稍稍大一点的时候 十三皇子就把他带到身边教导 几年之后 皇上驾崩了 十三皇子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位 而刘宇柔被立为了皇后 刘宇柔的儿子也被策立为了太子 一时之间 刘宇柔风光无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赵永夜登基之后 虽然掩耐了几个嫔妃 但是她对自己的皇后 刘宇柔一直宠爱有加 不光如此 除了刘宇柔之外 并没有嫔妃为她生下子嗣 其中原因众人皆知 每次嫔妃事情过后 赵永夜都会让太监端来一碗婢子汤 曾经有嫔妃为了怀上赵永夜的孩子 买通了太监 可是当赵永夜得知这嫔妃的所作所为之后 她一气之下居然把这嫔妃给仗毙了 从此以后 后宫之中的嫔妃各个安分守己 再也没有人存着不该有的心思了 刘宇柔一生之中为赵永夜生了五个儿子 三个女儿 在到后来赵永夜去世之后 刘宇柔的长仔登上了皇位 给了刘宇柔最高的荣耀 可谓是风光无限 农夫名叫冯超 虽然从小父母双亡 不过好在她的叔叔婶婶为人善良 虽然自己家中的家境也很不富裕 但还是把冯超接回家中抚养 冯超在叔叔婶婶家 虽然没有过大富大贵的生活 但是叔叔婶婶尽可能把最好的留给冯超 有的时候堂弟堂妹都是穿冯超剩下的旧衣服 冯超长到十五岁的时候 身高已经和成年人那般高了 由于常年劳作 他的皮肤有黑 体格健壮 俗话说得好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冯超自己知道自己 父母双亡 叔叔婶婶为了抚养自己也是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他自打董事以来 就尽可能的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来帮叔叔和婶婶分担家务 为了能够多赚一些钱 冯超每日礼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 直到傍晚时分 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这一年 冯超的叔叔 由于常年累月的劳作 积劳成疾 最终病倒了 婶是一个妇到人家 料理家里的家务还行 可是要是耕田重地的话 根本吃不消 此时的冯超已经长成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 他看着叔叔和婶婶如此窘迫 于是对叔叔婶婶说道 叔叔婶婶把我从一个幼童养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现在叔叔病倒了 以后地里的活都交给我干吧 婶婶虽然不忍心让冯超如此辛苦 但是又无可奈何 只好同意了 从此以后 冯超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农活 身体也慢慢地消瘦了下来 乡里乡亲们见此情景 都十分同情冯超一家人 于是经常帮助冯超干活 冯超看着乡亲们如此心善 心里暗暗发誓自己 若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妇人 一定要乐善好施 帮助穷苦百姓们脱离苦难 就这样 一转眼 冯超已经二十五岁了 此时的他至今还是一个光棍 本来按照冯超的勤劳 倒也有一些女子愿意嫁给他 但是冯 成超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堂弟早日娶上媳妇 并没有在意自己的终身大事 而且在两个堂弟的孩子都已经三岁了 冯超还是孤身一人 这天天气特别冷 家里烧的柴火没有了 冯超拿上了工具去往山上砍柴 正当他担着俩担柴下山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一个老婆婆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哭泣 冯超本就善良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赶紧跑过去 询问老婆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婆婆一看过来 这么一个年轻人 哭得更加大声了 他对冯超说道 小伙子 你可不知道啊 我很早的时候就守了寡一生 没有改嫁 好不容易把我的儿子抚养长大 让他娶 七生子 可是他居然听了儿媳妇的话 把我丢到这大山之上 任由我自生自灭 冯超听了以后 觉得这老婆婆实在是太可怜了 于是对老婆婆说道 婆婆 我的家就在这山下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你先跟着我下山去吧 可是老婆婆听到冯超这么说 却连连白手对冯超说道 我现在又饿又渴 我看你这小伙子倒也是好心 你就给我点吃的喝的吧 还别说 此时冯超的身上正好装着一个饼 由于冯超平日里下地干活 没时间吃饭 因此他经常让婶婶给他烙一个饼带在身上 饿的时候也能甜甜肚子 冯超赶紧拿出了随身鞋带 他大饼递给那老婆婆 老婆婆吃完大饼之后 对冯超说道 小伙子 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夕 要不你就把我送回家去吧 冯超听了以后有些疑惑 他对老婆婆说道 是你的儿子把你丢到这里来的 如果我把你送回去的话 你的儿子还会把你送上山的 老婆婆此时却呵呵大笑了起来 他对冯超解释道 我说的回家并不是回我儿子的家 之前我们住的乡下老屋还没有荒废 儿子成亲之后 我便和儿子一起搬去镇上居住了 现在我儿子和儿媳妇不要我了 我重新回到老屋里生活就是了 冯超一听 点了点头 对老婆婆说道 那好 我现在就背您回家吧 说完之后 冯超放下了自己肩膀上的俩单柴 背起了老婆婆 送他回家 这老婆婆的家住得非常远 一路上冯超有一搭没一搭的 跟老婆婆聊着天 在聊天的过程中 老婆婆得知了冯超的身世 他对冯超这个小伙子的品行非常看好 老婆婆看他大汗淋漓 让他休息一会儿 冯超却对老婆婆说 自己家中还有家务活要干 等把老婆婆送回家之后 他要赶紧启程回自己的家中 就这样 冯超在太阳落山之前 终于把老婆婆给送回了家 他看着老婆婆住的地方十分破旧 于是掏出了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 对老婆婆说 说到婆婆 我只是一个贫穷的农夫 家境也不富裕 我身上只剩下这几个铜板了 您拿着吧 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老婆婆怎么也没想到 冯超不辞辛苦愿意送自己回来 而且还愿意把他身上 仅有的一点钱给自己 一时之间 老婆婆感动不已 就在冯超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老婆婆突然叫住冯超 对冯超说道 小伙子 你是一个心善之人 我老婆子年轻时 更因杨先生学过风水 你回家之后 把你们村里大牛家的给买下来 在这些地里种上麦子 得到明年秋收之时 你会有意外收获的 冯超听了以后颇为好奇 老婆婆的家距离自己的家非常遥远 他怎么会知道 自家村里有一个叫里大牛的人呢 冯超刚想问出自己心中的疑惑 可是老婆婆此时却关上了门 回屋去了 冯超挠了挠头 离开了老婆婆的家 在深夜时分终于赶到了自己的家中 第二天 他把自己的叔叔婶婶和两个堂弟叫到跟前 对他们说道 我准备把咱们村里大牛家的地买下来 你们看可好 种了一听 吃了一惊 要知道这里大牛是当地出了名的懒汉 整日里偷鸡摸狗 游手好闲 根本就不种地 他们家的的早就荒废了 现在冯超却要把里大牛家的地给买下来 众人 人都不知道冯超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此时的冯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他仍然态度坚决地想要把里大牛家的地买下来 此时叔叔开口说道 我卧病在床这么多年 你为这个家也付出了许多 现在你的两个堂弟已经娶其生子 日子过得也不错 这样吧 就让你的两个堂弟一人出一半银子 我们把里大牛家的地给买下来 冯超听了以后感动不已 他怎么也没想到 叔叔居然会如此信任自己 就这样 两个堂弟给冯超凑足了钱 冯超带着这些钱来到了李大牛的家中 李大牛一听说冯超要买自家的地 对是非常高兴 他对冯超说道 你要买我家的地 银子备好了吗 听到李大牛这么说 冯超赶紧把包裹中的银子拿了出来 李大牛看到冯超拿出了这么多的银子 眼睛都直了 对是没开眼笑的对冯超说道 冯大哥真是太客气了 咱们都是相礼相亲 我家的地卖给你就是了 只不过你也知道 我们家的这块地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这样吧 你把这些钱给我 这块地你可以免费用三年 冯超听了以后有些犹豫 不过他一想起老婆婆所说的话 当即便一咬牙同意了 就这样 冯超很顺利地买下了李大牛家的地 他按照老婆婆的嘱托 在地里种上了麦子 当地的乡里乡亲们 全部都笑话冯超 说他是个冤大头 花了那么多的钱 居然买了这么一块荒地 每当听到乡里乡亲们的议论纷纷 冯超都不在乎 他觉得自己帮助了老婆婆 老婆婆肯定不会骗他的 一转眼秋天到了 麦子全都成熟了 冯超看着这些麦子长得非常好 心里也是很高兴 收割了麦子之后 冯超无意中发现 这麦子的根部居然有黄金 而且每一颗麦子的根部 都有着一定金子 当即冯超也顾不得其他 赶紧回去把此事告诉了 叔叔婶婶和两个堂弟 众人听说此事之后 都来到了田地之中 想要看个清楚 看着冯超不断地从土里挖出 土黄金 几个人精的目瞪口呆 在两个堂弟的帮助之下 他们连夜把这些金子 全都挖了出来 然后运到了家里 一家人看着 这么多的金子陷入了沉思 许久之后 冯超打破了这份宁静 他对叔叔 沈舍和两个堂弟说道 我们已经过了 这么多年的苦日子 现在上天赐给我们 一份如此大的礼物 我看就用这些金子 在镇上买一个大宅子吧 我们全家人都搬到大宅子之中居住 叔叔生病这么多年 都没有请一个正经的大夫看过 我要请城中最好的大夫 为叔叔看病 还有 婶婶平日里那么爱美 我要让婶婶每天都穿新衣服 咱们年纪还小 咱们已经承受了这么多年穷了 他们应该读书席字 如果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 这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众人听到冯超这么说 都连连点头 表示赞成冯超的说法 此时叔叔开玩笑似的 对冯超说道 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 即使突然有这么多的钱 也不知道该如何花 你这臭小子倒也聪明 给我们考虑了这么多 就没有给你自己考虑点什么吗 冯超此时挠了挠头 笑呵呵的对叔叔说道 我父母去世之后 都是你和婶婶把我抚养长大的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恐怕早就饿死冻死了 现在我只希望咱们一家人过得好就行了 其他的别无所求 这么多的银子 一时之间恐怕也花不完 我还打算分出一部分给镇上的穷苦百姓 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疾苦 若是分给他们一些的话 他们也能过得好一点 叔叔听了以后点了点头 对冯超的做法很是赞同 就这样 冯超用这些钱在镇上买房置地 并且请了两个下人 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一时之间成为了城中数一数二的妇人 不过 自从冯超富起来之后 她并没有像一般的富家园外 一样看不起穷人 反而特别喜欢帮助穷人 当地的百姓们都对她称赞有加 富起来之后的冯超并没有游手好闲 她一直记得自己是农夫出身 所以现在仍然时不时地去地理牢 一转眼 又一年秋天到了 冯超居然又从麦子下面挖出了许多金子 这一下冯超可明白了 老婆婆让她买下李大牛家的这块地 原来是赐了一场富贵给她 照这么下去的话 冯家的钱真可谓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就这样 她和两个堂弟再一次地把这些钱用回了家中 这一次冯超并没有把这些钱给花掉 她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富家翁了 当地却还有很多的穷苦百姓 于是她让两个堂弟把这些钱全都分给附近的穷苦百姓 此时很快便被李大牛给知道了 她无意中听说冯超可以从地里挖出金子 细细打听之下 才知道那块地正是自己之前卖给冯超的那块地 李大牛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立刻坐不住了 她来到了冯超的家中 找到了冯超 开门见山地对冯超说道 你之前买我家的地 现在三年期限已经到了 我要收回我家的地 冯超听到李大牛这么说 虽然心中非常不舍 但是自己之前和李大牛确实已经约定好了 于是她便对李大牛说道 这块地的奇妙之处 我想你也听说过了 我希望你把这块地收回去以后 能够好好利用它 为当地的百姓们谋服 李大牛听了冯超的话之后 十分不耐烦地对冯超说道 知道了 知道了 罗里巴索的 这本来就是我家的地 还用得着你 废话嘛 就这样 李大牛重新拥有了那块土地 他雇了好几个人 为他那块地种上了麦子 秋收的时候 麦田底下果然有一定定的金元宝 李大牛看到这个情况高兴极了 他把这些钱运回了家中 在镇子上买了一个比冯超家更大的宅子 雇了十几个奴仆 每日里非常潇洒快活 可是和冯超不同的是 李大牛自从富起来之后 为富不仁 不仅和口下人奴仆的月前 而且对待穷苦百姓嗤之以鼻 冯超得知此事之后 找到了李大牛 他开门见山地指责李大牛 一时之间接变为了不少的人 李大牛看到自己被人指指点点 当即便恶狠狠狠地对冯超说道 如果不是我家的地 你现在还是一个穷小子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 既然你这么爱做好人 那我们走着瞧 说完以后 李大牛愤愤地扭头离开了 回到家后 李大牛越想越计 于是他出了门 来到了县衙之中 县太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 李大牛给县太爷奉上了一些银子 他让县太爷随便找个罪名 把冯超给打入大牢 县太爷看到这么多钱 眼睛都直了 他对李大牛说道 此事你就放心好了 他居然敢让你不开心 我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第二天一大早 一帮牙医闯入了冯超的家中 二话没说就把冯 超给带到了衙门 县太爷一口咬定冯超诈骗李大牛家的地 证据确凿 现在打入大牢 厅后发落 冯超的叔叔婶婶和两个堂弟 听闻此事之后 赶紧赶到了衙门之中 要知道 衙门的大牢 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 里面环境十分恶劣 普通人进去就算是不死 也得扒层皮 乡里乡亲们听闻此事之后 也纷纷来到了衙门为冯超求情 可是县太爷已经收了李大牛的好处 不顾众人的求情 把冯超给打入了大牢 这天晚上 县太爷在睡梦当中迷迷糊糊地梦到了一个老婆婆 步履蹒跚地朝着自己的方向走了过来 这老婆婆一脸言 严肃地对县太爷说道 我是此地的山神 明天一大早 你立刻放了冯超 他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好人 如果你不把他放了的话 你那儿子恐怕不到一年就得夭折了 毕竟你为官多年 贪污受贿无数 好不容易有的老来子 却不知道珍惜 现在是你唯一将功补过的机会了 望你好自为之吧 县太爷醒来之后 惊出了一身冷汗 要知道自己和妻子成亲多年 已经有三个女儿了 可是至今没有一个儿子 为此县太爷还累了好几房小妾都无济于事 去年的时候 妻子突然又怀上了孩子 不久就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县太爷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画了宝贝 得不得了 而且在他却梦到有人自称山神 说他的儿子将会夭折 县太爷害怕极了 当即起身下床 赶紧赶到了大牢之中 把冯超从牢里请了出来 他把此事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冯超 冯超对县太爷也说了自己帮助老婆婆的事情 县太爷听闻此事之后 觉得这老婆婆就是山神显灵 因此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有贪污受贿 不光如此 他还把之前贪污受贿的来的钱 全都分给了穷苦百姓 再说李大牛就在冯超被释放的那个晚上 李大牛在青楼里花天酒地 可是却死在了女人的身上 青楼里的老宝立刻报了官 官府的捂坐过来之后 对 李大牛一番检查 可是最终发现李大牛全身上下都很健康 没有外伤 也没有内伤 最终死因不明 由于李大牛的父母早年家已经去世 他家的亲戚嫌弃李大牛游手好闲 偷鸡摸狗 早就和他断了联系 李大牛又没有子嗣 所以县太爷把李大牛家的家产充公 而李大牛则被草草地安葬了 说来也是奇怪 自从此事过后 那块田地也变成了一块普通的田地 再也没有人能从里面挖出黄金了 城中有一个园外姓冯 冯园外在柳州城中可谓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此人18岁开始经商 二三十年的时间内 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 变成了柳州城内的首富 相传他做生意非常厉害 每次都能想到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这也使得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不过俗话说得好 人无完人 尽无足斥 冯园外现在已经年过五旬 可是至今西夏没有一儿半女 由于他和妻子乃是青梅竹马 患难夫妻 所以他并不想要那切 在那个三妻四妾的年代里 冯园外给了妻子最大的尊重 这一日 冯园外的妻子柳氏 去山中的庙里祈福 希望宋子娘娘能给他送来一个孩子 就在回来之后柳氏晚上做梦 梦到一个唇红齿白的小男孩 虽然长得极其漂亮 但是看上去病病殃殃的 柳氏看着这孩子非常可爱 于是把他抱了起来 对他说道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 你的父母去哪里了呢 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家伙 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家呢 这孩子听了柳氏的话之后 点了点头 对柳氏说道 我就是来找娘的 既然你想带我回家的话 那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娘亲了 柳氏从梦中醒来之后 觉得这个孟非同凡响 他刚刚下床 准备和丈夫说此事 可是没想到的是 脚下一软居然晕了过去 逢原外见此情景之后 赶紧请来了大夫替柳氏查看身体 大夫来了以后一番诊断 呵呵笑着拱手 抱拳对冯原外说道 恭喜啊 恭喜 夫人这是有喜了呀 冯原外和夫人听了以后 立即惊得张大了嘴巴 要知道他们成亲多年以来 一直没有子嗣 其实心里已经对此事 不抱什么期望了 可是现在大夫居然诊断出 夫人怀上了孩子 这可确实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呀 就这样 冯原外重金谢过大夫之后 又吩咐府中的下人 要好食好喝地伺候着夫人柳氏 千万不能有任何的差池 不仅如此 冯原外把家中大部分的生意 都交给管家来做 自己则一心一意地在家陪着夫人 第二章 老年得子 十个月之后 夫人是为冯原外生下了一个男孩 冯原外觉得这孩子 是上天赐予他们的 于是给这孩子取名叫冯天赐 不过这孩子生下来之后便瘦弱无比 冯原外曾经花了重金请了当地的神医 为孩子诊治 大夫一番诊治之后 对冯原外说道 小公子的病来自胎中 日后可以用名贵的药材滋补 这样方可保住性命 冯原外听了以后 也没有太过紧张 一位大夫说了 只要有了名贵的药材滋补 可保孩子性命无忧 而自家家大也大 什么样的名贵药材弄不来 所以此事 并不算什么棘手之事 就这样 冯原外为了保证冯天赐的健康 特意把城中的大夫请到府中常住 以为不时之需 不光如此 他还花大价钱买来了名贵的药材 熬成汤药 每日里让冯天赐服下 在冯原外的精心呵护之下 冯天赐慢慢递尝到了十岁 由于从小用名贵药材滋补 所以他的身体并没有出现过太大的状况 反而慢慢的健康了起来 不过 虽说冯天赐表面与常人无异 但是他还是时不时的患有晕厥之症 因此 冯天赐不管去哪里 都会有一群下人跟随着 以备不时之需 值得一提的是 冯天赐虽然体质较弱 但是他极其喜欢读书 冯原外看到儿子这么喜欢读书 便请了城中最有名的教书先生 来教冯天赐读书 说来也怪 冯天赐读书非常有天赋 就连平时要求极高的教书先生都对冯天赐夸在有加 声称冯天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状元之才 冯原外听了此话之后 非常的高兴 要知道冯原外虽然富甲一方 但是他也懂得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道理 第三章 上京赶考 渐渐的冯天赐长到了16岁 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考中了秀才 在当地也是轰动一时 要知道 读书是贫寒学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可是冯天赐的家中已经非常有钱了 他还那么努力 可谓是一个非常令人佩服的人了 这一年 冯天赐觉得自己可以上京赶考了 于是他便辞别父母 准备上京赶考 由于冯天赐从小体弱多病 所以冯原外和夫人柳氏都很不放心 冯原外声称 如果要上京赶考的话 必须带足了下人和盘缠 可是此时 冯天赐却对父母说道 爹 娘 孩儿现在已经长大了 况且孩儿的晕厥之症 已经很久没有发作了 你们就放心让我去吧 俗话说得好 好男儿治在四方 总不至于一辈子围在爹娘的跟前吧 冯原外和夫人柳氏听了以后 觉得冯天赐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冯原外只派了一个书童 更着冯天赐 让他们上京赶考去了 由于从小到大 冯天赐都没有出过远门 所以离开家后的冯天赐 宛如拖了江的野马一般 看什么都觉得新鲜 三天之后 冯天赐和书童来到了一个名叫 清水镇的地方 此地风景秀丽 景色宜人 冯天赐觉得此处甚好 于是便和书童 二人一起在这小镇之中住了下来 打算好好玩两天再行赶路 第四章 寡妇救人 这天晚上 冯天赐和书童一起逛夜市 突然天空之中下起了大雨 这大雨来得非常迅速 很多人都来不及躲闪 被雨淋了个透心凉 冯天赐也不例外 当他拖着湿透了的身体 往客栈的方向赶去的时候 由于从小体质极差 所以他居然体力不支 晕倒了 这一下可把书童给吓坏了 书童大声嚷着救命 希望过路人能够帮他们家哨一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极其美貌的女子 撑着伞走到了书童的跟前 对他说道 我家就在这附近 你背着你家少爷跟我来吧 就这样 女子把书童和冯天赐带回了家中 令书童没想到的是 这女子居然是一个医女 她替冯天赐一把脉 就知道冯天赐是阴和晕倒的 随后 女子给书童写了一张药方 让她现在出去抓药 书童拿到药方之后 赶紧跑出去抓药去了 片刻之后 书童拿着一包药赶了回来 这女子赶紧把药熬成了汤 让书童给冯天赐服下 后半夜的时候 冯天赐终于缓缓地醒了过来 书童见此情景 赶紧跑到了冯天赐的跟前 询问情况 冯天赐对书童说道 别担心了 我并无大碍 是谁救的我呢 就在书童准备告诉冯天赐的时候 这女子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冯天赐已经醒过来了 她对冯天赐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这属于胎重致症 平日里一定靠着名贵药材维持着 今日想来也是凶险 若不是我恰好经过的话 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大夫了 冯天赐听完之后 坐起来身来 对着这名女子鞠躬说道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今天多亏了你帮忙 要不然的话 恐怕凶多吉少 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请受我一拜 说完之后 冯天赐对着女子跪了下来 女子健壮 赶忙扶起了冯天赐 随后对冯天赐说道 你今日淋了雨 要是平常人的话 倒也罢了 可你的身体极差 我之前听你的书童说 你们要上京赶考 我劝你还是在这里多休息几天 这样舟车劳动的话 你的身体肯定受不了 就这样 冯天赐在女子的家中住了下来 经过几天的相处 冯天赐得知这女子的名字叫李若宇 和冯天赐一样大 不过李若宇去年嫁人了 可是刚刚成亲 还没入洞房呢 李若宇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 李若宇后来才知道 原来丈夫早就有了病 丈夫的家人让丈夫娶自己 是为了冲喜 虽然心中有万般不甘 但是李若宇也只能认命 因为他虽然没和丈夫动房 但是却实打实地拜堂了 也算是成为了婆家的人 可是自从丈夫去世之后 公公和婆婆嫌他碍眼 老是骂他是个扫把星 李若宇没有办法 又不能回娘家去 只好搬出来租了个院子居住 冯天赐听了李若宇的身世之后 感慨万分 说实话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冯天赐对李若宇也有了好感 况且李若宇是冯天赐的救命恩人 冯天赐更加的下定决心 想要娶李若宇为妻 第五章 迎娶寡妇 几天之后 冯天赐算着日子 觉得再不上京赶考的话 就会误了考期了 于是他向李若宇辞别 并且对李若宇说道 等我赶考回来 无论能不能考中功名 我都会带你回家 见我的父母 然后娶你为妻 就这样 冯天赐带着书童 踏上了去往京城的路 一路上紧赶慢赶 终于在考试前一天 到达了京城 到达京城之后 冯天赐赶紧找了个客栈 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下之后 好好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场考试去了 几天之后 冯天赐终于从考场之中走了出来 只见他面容憔悴 浑身上下 臭气熏天 书童看了冯天赐的样子 都被吓了一大跳 回到客栈之后 好好的洗了一个热水澡 这才缓过了神来 几天之后 京城发榜了 冯天赐果然榜上有名 电视的时候 冯天赐面对皇上的问答 对答如流 皇上非常欣赏冯天赐 特意委任 冯天赐为柳州的父母官 冯天赐也是非常的高兴 毕竟柳州就是自己的家乡 自己可以造福当地的百姓 也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就这样 冯天赐踏上了回家的路 来到李若宇家的时候 冯天赐果然没有食言 把李若宇街上带到了冯家 冯天赐向冯元外和夫人柳氏 秉明了自己想要娶李若宇为妻的想法 冯元外和夫人柳氏 得知李若宇的身世之后 拒不同意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乃是天之骄子 娶个什么样的女子娶不到 非要娶一个寡妇 冯天赐得知父母 都不愿意让自己娶李若宇为妻 于是居然闹起了绝食 冯元外和夫人柳氏 害怕冯天赐的身体受不了 只好答应了冯天赐 就这样 冯天赐和李若宇在半年之后成亲了 成亲之后 二人举案齐眉 相敬如宾 过得非常幸福 第六章 寡妇回家 这一日 李若宇娘家的父亲带人来捎口信说 自己生病了 想让女儿李若宇回来看看 李若宇听了以后又无奈又心痛 要知道 李若宇的父亲乃是一个酒鬼 当初就是父亲做主 把李若宇嫁给一个废老鬼 这才是李若宇年纪轻轻就守了寡 可是俗话说得好 血浓于水 父亲虽然很不像话 可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李若宇思来想去之下 还是决定回家看看 逢天赐本来想要和李若宇一起回去的 可是衙门里的公务很多 一时之间抽不开身 所以只好让李若宇一个人回去了 李若宇雇雇了一辆马车 随后便从家中出发 朝着娘家的方向走去了 路上的时候 李若宇为了节省时间 特地让驾马车的人抄小路而行 走着走着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李若宇赶紧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驾马车的人对李若宇说道 前面有一条顽口粗细的大白蛇 被一块掉下来的巨石给砸中了 现在身子动弹不得 李若宇听闻此事之后 赶紧走下马车查看 幸好的是 这条白蛇的要害并没有被击中 只是身子被巨石给压住了而已 李若宇和马夫一起合力 将这巨石给移开了 看着巨石下面的白蛇 李若宇叹了一口气 对白蛇说道 上天有号声之的 你赶紧走吧 说完之后 李若宇又回到了马车之上 吩咐马夫赶紧驾车赶路 第七章 蛇妖救人 晚上的时候 李若宇终于抵达了清水镇 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 想要看看父亲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可是刚刚到家 他就发现家中还有着别人 只见自己之前的公公婆婆 李若宇心生好奇 于是询问父亲的病 到底怎么样了 可是父亲却好端端地从李屋走了出来 直到此时 李若宇才明白 此时定有蹊跷 就在此时 李若宇原来的公公婆婆站起了身来 对李若宇说道 你这丫头 嫁给我儿子之后 没几天居然又改嫁了 你这样做 怎么能对得起我儿子呢 公公婆婆说完之后 就嚎啰大哭了起来 李若宇实在是不知所措 于是对公公婆婆说道 我自知对不起你们 往后我会尽可能补偿你们的 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能达到的一定办到 公公婆婆此时止住了哭声 然后对李若宇说道 当年我儿子娶你的时候 花了十两银子的聘礼 现在我们要赔偿 你必须赔偿给我们五十两银子 此时这才罢休 李若宇停了以后 直接从怀中掏出了一百两银子的银跳 递给了公公婆婆说道 这是一百两银子 以后我们再无瓜葛 可是令李若宇万万没想到的是 公公婆婆收下钱之后 居然联合李若宇的亲爹亲娘 一起合力把李若宇给绑了起来 声称要把它卖给其他人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条白蛇居然从房梁上窜了下来 这条白蛇太过巨大 不光如此 他还吐着信子 朝着李若宇的公公婆婆 和李若宇的亲爹亲娘们 一起冲了过来 这四人看到大蛇冲了过来 赶紧逃跑 片刻之后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大蛇看到他们跑了以后 又扭过头来用牙齿 把李若宇身上的绳子给解开了 李若宇知道 这条白蛇就是自己白天救的那条 看着白蛇离去的背影 李若宇叹了一口气 随后在家中住了一晚之后 就雇马车准备离开了 值得一提的是 李若宇的爹娘 还有公公婆婆 直到李若宇走后 都没有再回来过 经过此事之后 李若宇也对他们毫无感情 自然也不关心他们是死是活了 第八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就这样 李若宇坐着马车 重新回到了冯家 冯天赐听完李若宇 这两天来的经历之后 也是非常的气愤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世界上居然还有如此狠心的父母 口中嚷嚷着 要找李若宇的父母算账 不过却被李若宇给拦了下来 他对冯天赐说道 经此一世之后 我们在吴瓜阁 以后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了 从此以后 冯天赐和李若宇恩恩爱爱的生活在一起 二人一共生了三男俩女 五个孩子都聪明伶俐 乖巧可爱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有了李若宇 这个一女作为妻子 冯天赐的并在李若宇的调理之下 慢慢的健康了起来 最后居然活到了93岁 这才手中挣钱了